主八千万豪宅TVB附加千金,入行多年演绿夜被认可有望尚未做花旦。 尤其普通家庭出身的,就要学会继续努力去赚钱。 要知道现在的富二代和富加千金,可不像以前大家认为的无所事事了,一个个比普通人都还勤奋住呢,王思聪厉害吧!今天要说的这一位可也是不差哦! 赵希洛,应该都熟悉了的,之前就给大家介绍过。 一个今年因为出演了TVB港剧《动人的时光》而走红的女艺人,因为在剧中饰演的刻薄尚死而备受关注,得到了观众对其演技和形象的认可。 而她入行多年来的故事和家庭背景,也一一被香港媒体给扒了出来。 让越来越来越多的人是彻底认识了赵希洛这个TVB女艺人了。 2007年曾参与香港小姐竞选,其后加入了TVB,至今已经超十年的时间了。 而她和大多TVB男女艺人一样,演了多年的绿叶,配角,始终没机会得到力捧。 一期记得,赵希洛曾在爱回家饰演吕童。 冲上云霄饰演了高贝奇。 去年的热播港剧《成圣居机》里,饰演千面女郎苏丽芬,性感出演一时人气极声。 多年来的默默耕耘,平时也嫌有新闻。 直至今年被媒体深巴,许多TVB剧迷才知道,原来赵希洛是一个隐形的富家女来的啊,妥妥的一个石油大王家的千金小姐,老爸在澳洲经营石油生意,还是大律师,背景家庭不可小觑。 女儿在香港做TVB演员,老爸自然是藤麦女儿,2012年就给她在香港半山那边买了一套豪宅给她自住,当时价值6000万,现在已经升到了8000万。 只是对于此,赵希洛从来没有说出去。 但出行基本要么司机接送,要么就是自己开车。 但她自己开的话,也只是开个20、30万的小车,不刻意去炫富。 接地气到去买菜,都爱逛香港普通人的菜市场,一个人亲力亲为。 这样努力的女孩子,在TVB都失眠了,是时候得到一些回报了。 终于在日前,港媒爆出赵希洛在TVB的合约转为了经理人合约,那就是意味着她日后都是TVB的亲生女了,亲生女能干吗? 当然是有机会接演第一女主角的港剧,然后去参与万千星挥帮奖典礼的奖项角主,有望拿飞跃进步奖,最佳女配角奖和最佳女主角事后奖项啦。 参考来源